台灣繼鳳梨事件後 中共海關近日再稱台灣的翻軌荔枝 年冒驗出病蟲禁止輸入 但未提出相關的證據 台灣農委會在9月30日表示 10月份將會提案至世界貿易組織的 增端解決機制提出訴訟 9月29日 中共國台辦透過記者會公布 有害生物的照片 強調禁止台灣的翻軌荔枝 年冒輸入是非政治打壓 中華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席陳吉仲回應 敦促對岸將科學根據 直接透過兩岸農產品檢驗溝通平台 提供給防檢局 他強調台灣方面未收到對岸公布的鶴蟲照片 呼籲中國大陸要提供完整的科學根據 同時呼籲對岸遵從國際遊戲規則 台灣位於熱帶地區 擁有先天農作種植環境 加上成熟的農業技術 和勤勞克服的農民 水果品質優良 一直受到廣大消費者的歡迎 台灣農委會在發生鳳梨事件時表示 台灣非農業出口大國 數量不大 以鳳梨居首位 出銷大陸量佔總產量的一成 水果政治學作者趙軍 在中共宣布暫停進口台灣鳳梨那時就示警 台灣年冒翻鬼例子外銷中國大陸 依全到達95%以上 在雙方沒有直接溝通的管道下 檢疫問題將難以解決 趙軍在9月20日更藉指中共一而再的暫停水果出口大陸 這是政治的問題 3月10週日 中共發布支持台胞、台資企業 在中國農林業領域發展措施 除了保障土地遭任提供融資及利息補貼外 還能申請補助 甚至還承諾品種權保護 以吸引台資農企業前往大陸投資農林業生產 農委會農糧署長胡忠一指出 中共多次提供優惠台灣措施 最後證實只是養肚殺 應該是一起要好好保護台灣農業 不要再次被騙